每一位受到感染 甚至因此失去生命的國人 都是臺灣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 身為總統 我要在此表達最深切的不捨與歉意 政府團隊一定會窮盡一切努力 把疫情控制下來 讓大家重新回到健康平安的日常生活 這段時間 防疫團隊強化醫療能量 並讓年長者優先施打疫苗 來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 此外PCR檢驗的量人也提升不少 風險較高的社區的篩檢站 正有序的開設 企業也投入快篩 幫助我們在最短的時間內 把所有可能的感染風險降到最低 一個月以來 我們因應疫情的變化 做出了調整和改變 從中央到地方 政府到民間 我們會不斷調整出最適合的戰鬥隊形 確保台灣不會被病毒打敗 昨天大家也聽到國產疫苗解盲的結果 但是是否能夠獲得緊急授權 後續還有非常嚴謹的程序必須進行 相關單位也將依照審查標準 以專業科學的嚴謹程序進行審查 不分國內外 安全有效是任何疫苗獲得緊急授權最重要的先決條件 政府一定會依照國際科學標準 為國人健康安全嚴格把關 請大家放心 團結防疫的同時 我也要向大家報告一個新的進展 就是台美貿易關係最重要的諮商機制 也就是TIFA會談 在未來數週將重新啟動 我要謝謝外交團隊這段時間以來的奔走努力 也期待這個新的開始 讓我們國家在整體經貿發展上更有力量 最後要拜託大家 只要繼續努力 我們一定能夠度過眼前的難關 恢復我們正常的生活 同時